大家好,又到了兄弟联Java系列课程时间 我是飞哥 飞哥在手,天下网友 大家好,我是小白 好,下面是我们这个Java画平台原理的第三角的第二小节 好,这就是这个Java虚拟机 这里面我们列出来一个这样一个图 这样一个结构图,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第一个呢,再从这个左上角看 这个是Java的编译环境 比如说我们前面看过了 这个是一个Java的原文件 是吧 点这个Java文件 原文件 写完了以后呢 我们需要通过这个 这个Java编译器 编译器就是我们在 回头我们在安装这个JDK 所以再给大家具体看 好吧 这是一个命令 把这个Java原文件呢 编译成这个字节码 class文件 这是我们这个要翻译的翻译稿了 稿子写好了 这是稿子写好了 然后呢这个稿子呢 有可能是在本地或是网络上的 哦 就是可以就是这个文件有可能在本地 也可能在网络上 都可以去获取是吧 这是这个意思 好了 OK 那么我们要运行平台 就是Java要运行这个字节码是吧 对 首先要把这个字节码怎么样 通过内装载器 把字节码文件呢 加载到这个虚拟机里面来 哦 是吧 加载到内存里面去是吧 加载到内存读进来吧 现在是吧 嗯 我们知道这个所有程序如果要运行 必须要读到内存里面来 哦 对对对 对吧 这个这个是吃价的 OK 那么这个读进来以后呢 需要做这个什么字节码的一个验证 这是在虚拟机内部就会处理的做的事情 验证你这些字节码 就是你程序代码也没写错 哦 编译也没有问题 哦 就是检验 然后还包括一些我们你要用到的 Java的其他一些类库 也需要加载进来 哦 嗯 然后使用到了其他的一些一些内库 我们说 哦 其他的别的API里面 Java写好了一些东西 哦 哦 这个你要被调用的那个制码也要被加载进来 也要被加载进来 对吧 你才能用嘛 嗯 这样意思 OK 完了以后 然后看 这边有一个这个加把解释器 加把解释器 结述的计时编译器 就开始对这个字节码进行解释跟编译了 哦 解释编译 解释跟编译 你说这个已经编译过了 这个跟大家还要编译呢 是吧 因为这个编译是把它编译成自解码文件 是吧 这个解释跟编译是编译成什么呢 编译成这个可运行的机器码 哦 机器码 因为操作系统它只认识这个机器码 对吧 机器码 这个就是说运行的时候需要用机器码来运行 OK 解释为这个机器码 你说在这个自解码的基础上再进行这个编译解释 是吧 再编译一步 明白了吧 所以它才能跨平台是吧 如果直接编译成某个操作系统 那就表示不能跨平台了 那就只能在那个系统上用 只能在那个系统上用了 这个意思啊 对 比如说你的研译稿直接写成日文的 只能在日本上念嘛 是吧 机器不器器不行了 是吧 就这个意思 OK 好 那么再运这个解释完 解释到哪里去呢 就在这个操作系统里面了 针对不同的操作系统然后去执行 然后硬件 那这一块 这一块这个内容就是虚拟机的内容 对吧 虚拟机的内部 就虚拟机的内部这一块 OK 内部运行的东西 就是说解释器跟编译器是不是相同一样 就是我们说苍老师就是解释 解释 解释 也解释编译器 是吧 解释器 翻译机嘛 他翻译机在这起的作用 是吧 对 OK 苍老师在这了 对吧 苍老师 这就是苍老师 OK 内部的这个结构就是这样了 明白了吧 嗯 就会明白了 明白了吧 明白了 OK 那我们在未来的这个 运用的使用代码的情况下的时候呢 我们再会继续再去反复的给大家去解释 好 OK 那就慢慢就会越来越深入 越来越理解明白了 好吧 OK 好 这就是这个虚拟机的这样一个结构 好吧 我们马上看 那么这个虚拟机呢 我们就可以理解成为一个可运行自解码的一个虚拟计算机 是吧 运行自解码 对对 它解释的是这个自解码 嗯 然后呢它有一个解释器组件啊 可以实现呢 这个自解码和自愿器之间通信是吧 对于不同的平台有不同的虚拟机 哦 对 这里就是说什么 苍老师说很多个很多个是吧 不同的苍老师 是世界的 是世界的 OK 对好 那么JVM呢 屏蔽了这个底层运行平台的差别啊 屏蔽 哦 这样的话你就你就不管去哪个国家 你都是讲你的 你那个讲的中文就可以了 对 是吧 由虚拟机来帮你翻译是吧 哦 是实现了一次编译随处运行啊 一次编译 哦 对对对 明白了吧 明白 这是虚拟机的这样一个作用 哦 哦 OK 我们已经把它面纱揭开了吧 嗯 OK 我们再继续看 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垃圾回收器 你会看一下 OK 这个垃圾回收器里面呢就是说 什么意思呢 在这个Java里面引入了这样一个 一个垃圾回收器 这样一种机制 哦 这样有机制 那么这个C和C++里面它是没有的 因为我们说Java它是根据C++这样的以言 然后 演化过来了 演化过来了是吧 嗯这样的 所以它很多功能和C++里面有点像是吧 那么试验家里面他发现了这个自己去操作内存是一件很危险而且很复杂的操作 哦哦哦 所以说在Java里面就把这东西直接给没有屏蔽了 然后由虚拟机直接去完成 哦 对吧 由虚拟机来带地去完成 对吧 所以呢它也加入了这个自动回收的这样一个 自动回收这个垃圾的这样一个机制 也就是说你在内存中内存的大小是固定的是吧 对对对 机器内存比较是啊 4个G8个G 10个G16个G是吧 对 固定的 然后在使用过程中呢 你用完内存是不是要把这个内存撕上掉啊 是吧 你撕上去给别人用啊 是吧 都在这个意思 别人用呢 这个垃圾怎么办呢 虚拟机这个Java虚拟机会会有这个这个收集垃圾的这样一个 自动的是吧 自动的 就像我们这个扫马路啊 扫大街的这个清洁工 清洁工大姐一样 对吧 这个大姐 有垃圾就收了 有垃圾他就他就收了 但是他收的速度可能没那么快 对吧 不是立即的 对吧 不是立即的 但是他一直在收 对对 只是这样的 也就是苍老师还负责垃圾回收 很勤奋吗 很勤奋 对吧 当然勤奋了 青山大使他在泰作 哦 这样的说是很勤奋的 对对 好 那么说在这个 并检查呢 然后释放那些可以被释放的内存空间 就是释放的意思了 然后这个垃圾回收器在扎马运行过程中 它会自动启动 程序员不需要这个精确的控制和干预 它自动运行 OK 好 这是垃圾回收器 这样简单了解一下 我们一般叫GC GC 叫GC 这个概念 好吧 OK 我们再往下看 这个呢 这是我们这个Java SE的一个组成结构图 这个概念图 这个我们是从这个官方文档上把它解下来的 好吧 我们先来看一下 上面呢是这些个工具和这个API 比如说这个Java Java C 这些命令 我们后面呢 在写程序的时候 我们会给大家用到这些命令 对吧 用到命令 比如说Java是这个运行的一个命令 是吧 Java C是一个编译的命令 OK 这是生存文档的一个命令等等 好吧 这是这个命令 然后这个绿色部分呢 是这个我们说这个部署 部署相关的 比如说部署啊 它是交插件啊 交外部啊 外部的一个一个程序啊等等 OK 然后再下面呢就是这个AWT 实验就是对这个图形界面的一个支持 是吧 图形界面的一个支持 支持的一些个工具 对图片啊等等 把声音处理的这些工具 OK 再往下呢 也是一些我们的API了 这些类裤了 比如说像我们以后选的JDPC啊 像JNDI啊 是吧 像这些等等 都会给大家接触 接触到 好吧 现在有可能大家听到这种 好晕 听不明白 没关系 先记住先有个脸 或个脸熟 是吧 大概有个印象就可以了 好吧 像这些什么IO 像这些都是MAS 就是数据函数 这些都是它提供的一些类裤 是吧 提供那些类裤 我们都会都会用到 在底下就是什么 这是JVM 看到没有 是吗 蒼老师 蒼老师 这是蒼老师负责的 最后一道关卡 然后翻译给谁啊 Planform 就是不同的平台 是吧 不同的平台 把我们这个API 然后上面上就是我们写的应用 我们应用可能会调用到这些东西 对吧 这样 从上往下 对 从上往下 这是最底层的 最底层了 只要在地底层就是硬件 是吧 硬件 这就是这个组成的一个结构图 大半简单 了解一下 是吧 不一定你是要非得现在搞明白 对吧 因为你还没学到一些名词 一说可能也有点蒙 对对吧 对吧 OK 好 那么这个就是这个SE的一个组成概念图了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好吧 好吧 好 那么这一节内容呢 我们就给大家先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 威哥在手 天下我朋友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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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